哈喽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 我是小瑶 我是小海 之前好久没跟大家拍 就是现拍的视频了 发的都是比赛了 然后我们最近打了一些比赛 就拍了很多视频 到时候都会给大家发出来 大家喜欢看那种解说是吗 我看好像还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们就都会发的 就比赛的视频和技术的这种教程 都会发的 今天的话由小瑶给大家说一下 主动步法跟被动步法的区别 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后场的主动步法和被动步法的区别 主动步法是用并步 被动步法是用交叉步 其实也挺简单的 我跑一个给大家看 从中间准备 起动走 并步回来 然后侧身 这边就是并步 这个是主动的 主动的步法就是并步 并 并 这个应该知道吧 起跳 然后回 这边 很简单 这个头顶这边的步法 先转身 然后再去并步 先转身 然后再去并步 回 主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有的业余求有 头顶这边会先并步 然后再去侧身 这样子的话呢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只是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很少 一般都是先侧身 然后再去并步 大家侧身要稍微压住一点 不要散掉了 整个人 最近暑假刚上课 喉咙都哑了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被动的 就准备好 被动的是交叉步 是用后交叉 不要用前交叉 不要这样跑 不要这样去跑 先这个脚 右脚 然后这样 这样子 这个动作 正手这边 点起来 就这样并步回 也不要用交叉不回 就用并步回是最快的 头顶这边 反拍 如果是转身 就直接转身就行 并步转身 或者是如果 球不是很扣的话 就直接转身 都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被动到 非要用反拍的话 就是不用测那么多身 就直接慢右脚 这样子出去 也是可以的 后掌基本就只有 这两种步法 大家主要要注意的 就是回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用并步回 然后如果你主动的时候 可以就是交叉步 那些没关系 那些就是自己调整 现在我连起来 给大家跑一遍 先主动的 好 被动的 好 今天的步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大家主要要注意步法还是第一个就是要多练 一定要多多练习多多去跑 你只有在场下跑得特别特别熟了 场上才可能去用出来 如果你场下都跑得不是很熟 然后场上也想用出来 基本不可能啊 有几个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是关于步法的 第一场上的步法一定不要特别碎 就是要清楚一点 该大步的地方就大步 该小步的地方就小步 就是不要场上好像两个脚麻花一样 一直在扭 扭来扭去然后还站不稳这样子 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 大家步法的最后一步 落地一定要脚后跟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样才站得稳 特别是往前啊 接杀呀 然后包括被动的步法 后场主动起跳的话 落地是脚尖啊 这个要注意一下 大家步法一定要在跑熟练以后 再去要求快啊 如果你刚开始就想着快的话 那肯定不行 就是你会快不起来 而且你的步法也会 就是很乱 就不会 不会练得很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急于求成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 就评论私信我们吧 我们看到都会回咯 就这样 拜拜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